Nust is now starting, all attendees are in listen only mode Alright,大家晚上好 今天我们很荣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技术指标基础班 这个是我们的身为Technical Analysis的基本班 如果你们要掌握更多的技术指标 今天我们很荣幸请到了我们的张学会讲师 第一次利临我们的现场 来跟大家分析你们如何可以用不同的技术指标 来更准确的找出你们的入场的时机 对不对 对 OK好 那我是主持人徐俊贤 叫我俊贤就好了 OK 一如往常一样 我们的线上演讲会大概是90分钟 其中是我们一个小时会讲师公文分析 自己如何可以用不同的指标来看图表 然后接下来30分钟我们就会做问答环节 那免责声明 那我们所做的线上演讲会是没有鼓励你们去买任何 或者去卖任何一间股票 OK 所以如果你们在这里学到任何东西的话 你们回去想要自己操作的话 你们都要为自己所做的责任 都决定负责任 OK 所以今天我们这么帅的讲师来给我们做个 我们来做个简介 他是一个他在i3是一个很活跃的一个Vlogger 对不对 也有常常授课给不同的学生全马各地授课 来教大家如何可以用基本面和技术面来为自己的 Portfolio得到更好的回酬率 今天我们很荣幸可以听到你 谢谢你来跟我们分享这次的演讲会 可以告诉我们在上次的webinar里告诉过我们什么吗 如果你们看回这个slide 我们回顾上一次的webinar到底我们讲什么东西 就是一根蜡烛可以告诉我们当天的最高价最低价开市价和收市价 如果你们记得楼下这个蜡烛记得吗 有阳烛跟阴烛 还有我们通常最常愿的就是care线烛 我们英文叫candlestick 也是最多人使用的技术工具 还有第三个重点我们上次已经讲到就是加量配合 记得我们一根蜡烛可以分成三个范围 范围1 或者我们英文我们讲zone1,zone2,zone3 所以加量配合是很重要的 就是一定要搭配好才可以描述整个真实的故事 好的 这个是我们上周有学问你的问题吗 对 我们看上次我们有收到一个问题 所以我也是对这个问题做了一点的功课 我们有问到在chart nexus里面 为什么一些蜡烛是阳烛 但是它的量是红色 或者我们讲它是阴烛 但是它的量是青色 所以我这边有一个例子 你们有一个例子我们看看 你们看到这个蜡烛吗 这个蜡烛其实它是个阳烛 但是它的量是红色的 其实在chart nexus的setting 在它设置里面 它的蜡烛 它的那个量是看 昨天的蜡烛的收视 看到 因为蜡烛今天收视 低于昨天的收视 OK 如果你们看它收视在这里 前天收视在这边 昨天收视在这边 所以它低于昨天的收视 所以它的量是红色的 OK 第二个example 我们看看这边 这是一个阴烛来的 但是它的量是青色的 因为蜡烛今天 它的收视高于昨天的收视 如果你们看到的话 高过 OK 第三个例子我们就看看 这个同样 这个是一个阳烛 但是它的蜡烛是红色的 OK 就是讲它今天的收视 是低过昨天的收视 OK 所以它是红色的 所以这个第四个例子 我们看 这个是一个阴烛来的 但是它的量是 红色 它的量是红色的 所以就是讲 它今天的收视 是低于昨天的收视 所以它是红色的 OK 原来如此 那讲师今天要跟我们分享什么吗 OK 今天我们要分享 就是 有四个重点 我们把它分归类成 第二就是股市的循环 我们有上跌趋势 下跌趋势 跟很白趋势 OK 然后我们会 up trend到trend跟sideway 对 然后第二个我们就讲 支撑点跟主力点 support跟resistant 这个是很多人都很常用的 支撑点跟主力点 对 所以如果你们想要学会的话 请 请 守住 守住我们今天的线上演讲会 对 第三个我们就讲平均线 然后 英文我们就讲moving average 可能我们很常会听到人家讲 什么死亡交叉 环境交叉 到底cross 对 我们等下也是会讲到 OK 太棒了 还有第四个就是我们会go through 讲 我们到底怎么用平均线跟支撑点 跟主力点 我们怎样操作 因为我们不只是讲 我们不只是讲theory的东西 我们看看到底这个方法能不能够操作 OK 然后告诉我们什么是股市循环 OK 我们看看 其实股市周期循环 就是讲股市由上涨期到下跌期 然后再由下跌期到上涨期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反复的变动 你们看这个海浪这样子 有上有下有上有下 这样子 这是它的股市的一个循环来的 OK 所以 这个反复的变动呢 我们可以再分成三个循环的动作 像刚才我们讲的 上升趋势 下跌趋势或者横摆趋势 上升就是up trend 因为我们讲up trend 下跌就是down trend 横摆就是sideway 所以股票不可能每天都一路向北 每天一路向北 我们就发达了 是 所以如果你们也懂做今天的一首歌 叫一路向北 就是OK 其实股市不可能一路向北 因为它偶尔也会累 OK 所以它也是要下跌 它也是要回调 它也是要休息一下 就像一只牛这样 OK 冲了太久 也是需要休息一下 是 它会太累了 所以但是我们还记得 有时候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 OK 所以同样的在接下来的webinar 我也是会愿不上marketplace 或者跟chartnexus的图表 跟大家一起分析和讲解 太棒了 好 好 所以我们就讲回第一个 我们要讲就是支撑点跟主力点 就是support跟resistant 其实我们明白它的原理先 支撑点跟主力点是一个供应和需求的平衡点 就是supply跟demand meat到一个地方 OK 所以支撑点是只当股价跌到某个价位就停止下跌 后出现回升的价位 支撑点 support 它跌到一个地方的时候 它被顶住在那边 基本上支撑点就是阻止或暂时阻止股价继续下跌 所以我们讲主力点 主力点是当股价涨到某个价位就停止上升 然后它就会出现回落的价位 所以它基本上是它阻止或者暂时阻止股价继续上升 就像一个是天花板 还有一个是我们的地板 对 所以我们就用天花板跟地板的原理跟大家解释 OK 这是天花板跟地板的原理 所以这个condor是叫ABC Condor 所以你们有看到这个风上的地方 全部都是天花板 OK 全部都是天花板 所以这边有放花盆的 这就是地板 所以你们看到这边 它也可以同时间是天花板 也可以同时间是地板 对不对 OK 所以它的原理是这样子 如果有一个人在二楼这里 OK 如果他要去到第三楼的时候 他应该怎么办呢 因为它二楼跟三楼之前是有个天花板 对不对 天花板隔离了 所以它一定要打破天花板 然后才可以去到第三楼 OK 所以同样的 如果它要去到一楼的话 如果没有楼梯的话 OK 它要直接下去的话 它就要炸破地板 所以才可以掉下去到一楼 OK 所以 基本上 我们讲天花板就是主力 就是我们的resistance 地板就是我们的支撑点 我们的support 天花板跟地板 OK 所以 这里 我们就 有例子的话 我们会学习的更好 这里就有一些例子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 OK 想象一下 如果这个人就在这里 OK 他的地板 他的天花板在这里 他要 他要 上去的时候 他第一次 试探那个天花板 他第一次去敲那天花板 太硬了 不能 他又跌下来 OK 他又跌到 他的支撑点那边 他的support那边 他要再休息一下 他在尝试第二次打破 OK 成功打破了 再继续升到这里的时候 又成功打破 又到了这里的时候 又敲到头 天花板太硬了 OK 他又跌了下来 OK 跌了 到地板那边的支撑点 他又跌 又跌破 跌到另外一个支撑点 他休息一下 他又尝试再打破 打上去 又再跌 再跌 跌到当初的低点那边 他的支撑点 所以他再尝试上去 再打 再打 到上面的时候 又到刚才的那个天花板的时候 他又顶到 所以又不能 他又跌下来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天花板跟地板的原理 OK OK 那为什么会有这些天花板 在哪一个家会会有这种天花板 地板 OK 其实等一下在我们的后面的 后面的 我们会讲到 OK 所以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里 如果那时候我们在这里的时候 我们在这一个楼 在这一楼的时候 我们可以讲 这里的天花板 是2块4毛6 OK 这里的地板 就是2块1 OK 就是他的 support 跟他的 resistance resistant resistant 是2块4毛6 他的 resistant 是2块4毛6 support 是2块1 OK 所以另外一个例子 我们看这个公司 也是同样的 也是同样的 我们帮他画 天花板跟地板 过后 也是跟同样这样子的 慢慢从这里 慢慢上去 打破他的 resistant 打破resistant 不够强 又再跌下来 休息 在地板休息 过后再打破上去 打破到天花板那边 不够力了 就掉下来休息 然后过后再尝试 打多第二次 破了 OK 又顶到另外一个天花板 又不成功 又掉下来休息 休息一下 再打 再打 这样子 所以他的股市 基本上也是这样子的 所以你们看到 我的这个图表 到这里的时候 OK 到这一个 在这一楼的时候 他的天花板 就是这里 3块了 所以他的地板 就是2块8 所以如果他破了 这一楼 去到上一个楼的时候 他又有不同的天花板 又有不同的 他的地板 他的天花板 就变成他的地板了 OK 他的天花板 他的地板就是3块 地板就是我们的支撑 OK 所以 那可以有叫我们如何画吗 可以 现在我们就讲如何画 主力点跟支撑点 如何画support resistance 所以 我们以前小时候 我们数学老师都有讲过 我们要怎么画一条线 我们要把两个点 连在一起的时候 两个点 然后画一条线 就可以产生一条线 所以如果 我们这条线连接的点 越多 那么就是讲他的支撑点 或者他的主力点 就更加的巩固 OK 一个图表可以有很多的支撑点 跟主力点 我有时候看到一些人的图表 真的是 太多条线了 可是那个也是蛮多的 对 一些也是蛮 可以蛮多的 但是我们只要记住 我们要保持简单 如果一条线连接更多点 那么我们就可以讲 那个线就更加的巩固 OK 如果当我们的主力点被打破的时候 它就变成支撑点了 OK 如果主力点 如果我们的抵抗 我们的主力点被高量突破的话 就像我们的突破的成功率更高 所以就是造成我们的支撑点更加的稳 就像我们上个webinar 我们讲加量配合 如果我们有高量突破的话 这个就是我们喜欢的地方 OK 所以我们通常用半年或者一年的图表来 决定走势 如果通常我们看图表 我们是差不多看半年或者一年来看它的走势 所以像我楼下这个一点一点的地方 如果我们要画一条线 连接最多线 可能这个是最好的一条线 OK 所以现在我们就一步一步来 我们就在这里跟大家讲 我们怎么一步一步看 所以我们第一个 我们就调整我们的图表期限 像我们刚才前面讲到 就半年到一年 OK 所以我们先画最高点 OK 然后再画最低点 然后图表是从左边到右边 OK 所以记得如果一个价位有更多的点 那么就是我们画现在最佳位置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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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现在看这个例子 OK 如果根据我们的步骤的话 我们看我们先到最高点先 OK 最高点这边碰到 怎么不可以放那个在顶端 通常我是比较喜欢放在蜡烛的身体 因为蜡烛的身体 好的 所以最高点过我们就有最低点 OK 怎么你放那边呢 看来还有一条 会比较低一点 因为我觉得它最靠出那边的时候 可以比较多点连接在一起 其实你如果画在这里 我觉得也是没有错 OK 只是我觉得我比较喜欢在这边 对 OK 然后我们从左到右 从左 这里碰到两个点 OK 从左到右 就这里 OK 这里因为它碰到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点 OK 然后这里我也可以再画多一条线 就是这里有碰到1 这里也是 这里也是啦 1 2 3 3 4 5 6 OK 最高点 最低点 从左到右 OK 这里也是另外一个例子 我们看Asia 也是最高点 这里肯定是最高点 就是非它莫属 因为它是在上面的 OK 然后最低点 OK 这里是碰到1个点 2个点 3个点 4个点 5个点 如果根据这个图表的话 它目前在最低点这里 OK 在这个地方这边 所以Asia现在可以买吗 我的这个图表好像是9月14号的 所以要看看最新的图表先 OK 所以我们同样从左到右 OK 这里碰到比较多的地方 OK 然后我这里可以再画多一条线 OK 这里也可以画多稍微有一条 有顶到的一点点 OK 这样子 所以有时候你看 可能有时候觉得 我不赞成这里 其实我觉得没有对没有错 只是我们抓住最基本的 一个点如果碰到更多条地方 就是讲更适合作为一个 所以如何画图表的话 也是要看经验的 对 它是要看经验的 那不同的天花板有不同距离 有些天花板高一点 对 对 对 这个还有另外一个例子 我们看看M-band 最高点 同样的规律 最高点 最低点 然后从左到右 OK 这样子了 现在我们讲到上升趋势 什么意思是上升趋势 最简单我们讲上升趋势就是 我们有越来越高的高点 跟低点 我们的高点越来越高 低点也是越来越高 所以我们可以讲 拥有对称向上的阻力点或者支撑点 对称向上 如果你们记得数学 对称向上是两个一起的 所以我们叫channel吗 对 英文我们也讲parallel 两条线是parallel的 或者那些跟我同一个年代 我们那时候读马来的 我们讲是lari的 一起是lari的 OK 所以我们的操作方法 到底我们在上升趋势 我们怎么可以操作呢 就是 我们可以在支撑点买入 主力点卖出 OK 所以 为什么一个股票 一个公司 一个图表会一致 有上升趋势呢 就是讲这家公司在很稳定的成长 它的季度和凝度都在增长 如果你们记得我们在前几个webinar的时候 我们有讲 1 on 1 quarter 都是double digit growth 通常这些股都是属于一个上升趋势 都是属于一个uptrend的 OK 如果我们的图表开始离开管道的时候 可能就是一个逆转讯号 就讲reversal signal 就是我们逃跑的时候 就是讲一个股票如果一直上升趋势 当它离开那个channel 离开那个管道的时候 它一掉下来的时候 就是可能我们要逃跑的时候了 OK 所以我们看看这个例子 OK 我们看看public bank 高点 越来越高了 有没有 高点 它的低点也是越来越高 所以上升趋势的什么 该我们讲什么 越来越高的高点 跟越来越低的低 越来越高的高点 跟越来越高的低点 对 对 所以我们看到越高的高点 越高的低点 这个就是上升的趋势 对 好 我们看看我们的这个图表 Hatta 你看它的低点 它的高点 低点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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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基本上 那是越来越高的高点 跟越来越高的低点 所以我们有这个上升趋势 OK 这个Hatta升得特别快 特别厉害 对 好 现在我们看看这个Gtronic 也是 你看到如果我可以 这个我可以画到两个对称向上的一个channel 刚才我们讲的channel 就是讲低点 低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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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点 就是讲越来越高的高点 跟越来越高的低点 你看到那个图表都是在这个管道那边 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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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就是这样子的这个管道咯 所以我们可以讲 到底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怎么操作 就是在 碰到低点的时候买 对 就是在碰高点的时候卖 对 所以我们这里可以有两个方法 第一个就是在支撑点买入 主力点卖出 就是在这里 我们要讲这个A的方法 就是这里买 这里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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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可能如果我们工作忙的时候没有每天这么得空看图表 可能我们可以建议第二个方法 就是 当图表还没冲破上升管道 我们继续持有 就是我们在这边管道买 OK 管道的下面这边买 过后呢 它一路来 它都没有冲 跌下 它没有冲破那个管道 冲破讲冲破下面 OK 如果有一天 这个图表 它已经冲破 这个上升的管道 就是我们卖掉的时候 OK 那有时可能它会冲破一点点 然后会回弹 对 这样会不会卖得早一点 可能 有时候我们可以想 像我们英文有讲 我们take profit是不会错的 只是我们赚多赚少 有时候 有时候真的是 我觉得很多投资者都是有记忆 都是有面对这种 哎呀 早知道 早知道这个很残缘的字 或者如果 如果我当初这里买 早知道我就在这里不会卖 很常有这样子 其实知道我是在2块8 3块8 对不对 我在2块半卖 是啦 是啦 我本身也是遇过很多这样子 但是记得 你买入的原因就是 你卖出的原因 我很多图表 我买的时候我这样 它的图表 如果它的图表一跌破 它的支撑点 就是我卖出的 如果过后 它在上去的时候 我讲不要紧 因为我买入的原因 是图表 图表告诉我买 我就买 图表告诉我买 如果基本面告诉你不买呢 可是图表 你是买呢 你会买还是不买 这就看我买的原因 如果我买的原因 如果说它的基本面不好 我就是完全 纯粹是根据技术面的话 我会买 但是我不会买那么多 我会买一点点 所以如果基本面又好 技术面又对的话 这样你就会买更多一点 对 那给你多一个例子 那如果它突破了这个支撑点的话 可是它的量很少 你会卖吗 这个的话可能很好的一个问题 这样子 有时候我觉得 如果我现在很难讲的例子 因为有时候 如果啦 看那间公司 看那间公司是第一个 如果 比如讲我的原因纯粹 就是因为技术面 是不是 我觉得我可能还会熟 看大事的情况 像如果现在大事不怎么好 我一有量没有量的时候 我一定是破了的 OK 一定是跑了 因为有时候大量 就是讲很多人在卖 那时候我们一定要跑了 只是可能小量又突破的话 看大事是什么 对 如果大事不好 等于我们也是要等着收这现金 还有什么例子吗 没有的 只有这个 好的 所以我们要记得我们华语 我们华人其实有一些名句 我们蛮喜欢 就是物极必反 气满折青 就是你的股票 不可能一直上的 它上到一排时间 它也是会回调下跌 像我们装那个水 像我们讲这杯 你不能一直装水 装一下 然后就永远都是忙 它忙的 它一定也是会流下来的 OK 大老顺便喝一口水 我来喝一下 OK 好 现在 我们讲好 上升趋势 刚才我们讲上升 现在我们讲下跌 对 下跌是跟上升的相反而已 对 对 就是下跌趋势 就是当我们有越来越低的高点 或者越来越低的低点的时候 因为我们讲LOWER HIGH 所以 拥有对称向下的阻力点 或者支撑点 OK 所以我们的操作方法就是 我们不要操作在下跌趋势的股 OK 我们 我本身是不推荐新手操作 尤其是前几天 刚刚我们的一家 干部大公司 也是跌得很多 够利 跌得很多一下 所以 我就会 建议那些新手就不要操作在下跌趋势 或者是要抓反弹的朋友 如果是新手就不要学这些比较难的 OK 所以 为什么一间公司会一直下跌趋势 就是讲这一家公司可能它每个季度 或者每个年度都在面临亏损 所以它一直向下跌 如果图表开始 同样的跟刚才上升趋势一样 如果图表刚开始离开管道 就是可能是个逆转讯号 可能是一个reversal 就是可能我们可以买入的时候 它向下的时候 它破了那个channel 它开始转上的时候 可能是我们买的一个signal OK 就像出卖一句第二个严重的时候 你们有兴趣去抓一下 其实 其实卖一句我觉得可能只是 单独是因为一些政治的因素影响 如果你们再看 其实那时候 DH报纸有讲 那时候它讲 政府terminate了它的员工 外老的contract 其实如果你们有注意看的话 其实它不是terminate 它是它的contract刚刚好到那时候过期了 expire了 所以它刚刚好 只是报纸 给媒体写的比较 严重一点点 对 但是过后 麦一级如果没有错 像麦一级有在菩萨那边 有做一个澄清 有做个 clarification 我们不是因为 被terminate的contract 其实因为那contract要完了 好像是有这一个的信念 OK 所以我们看看这个 这个我们的图表 我们看Sappara Energy OK 高点 低点 高点低点 就是有越来越低的高点 有越来越低的低点 OK 这就是我们的Sappara Energy 最近Sappara Energy 要给right issue 所以从跌到很过0 看到这里很深 看到这里跌到吗 所以认为给了right issue 还会再跌吗 我觉得还会再跌 嗯 因为它有 如果你们 如果你有看到prospect的时候 它有讲 为什么它要跟投资者拿钱 它要跟投资者拿钱 来还债 还债啊 OK 所以比如讲 我跟你讲 我开一间公司 我要一点钱 这样 借钱来做什么呢 如果我跟你讲 我借钱要来发展我的公司 你可能会 可以啊 你至少比较好受 所以如果我跟你讲 我借你的钱 然后过来我要还我的credit card 我的车的期 还没有 不够 所以你可能觉得 哎呀 这个人拿我的钱 来还他的债 可能对投资者 或者对一些投资的人 应该不怎么好的印象 我是这么觉得 OK 所以OK 我们看到另外一个Astro 最近也是很红的股 OK 你看啊 越来越高的 越来越低的高点 跟越来越低的低点 OK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你总是有反弹了 你要突破了 对 开始有反弹 如果你们看看这个 有一个下跌的一个管道 一个channel OK 所以记得 记得 一定要记得 不要操作在下跌趋势的股 像这边下跌的时候 我们千万不要操作 如果一个股已经开始突破 下跌管道 我们才可以考虑操作 我不是讲 我们要一定操作 没有一定 才可以考虑 你看 这两个channel下来 下来的时候 它已经跌破了 而且你再看看 这里是有量的 你看到吗 这里是有量 很多买家在 一直在买 对很多买家 可能我们要看看它的蜡烛 应该是 我要怎么zoom in zoom in 应该不要紧 OK 你看 这如果没有错 应该是收视在zone1 OK 记得吗 我们上星期讲 收视在zone1 高量就是加量配合 就是这里 这里突破这个下跌趋势的 是可能性是很高 很好 我们喜欢这样加量配合 OK 所以这个我们可能可以 考虑再买 OK 考虑可以操作 OK OK 我们看这个股 Krono这边 也是有个下跌趋势 但是 它这边 我们总之记得 就是不要操作在下跌趋势的股 如果股已经突破下跌管道 我们才可以考虑操作 这又是另外一个例子 如果看到Krono在这里 已经开始有一点 背离它的下跌趋势 它突破它的下跌管道 所以我们才可以考虑 OK 记得是考虑 不是一定 对 考虑 那我们讲完上跌跟下跌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一下 横摆的时候 对啊 怎么办 OK 所以我们讲个横摆的时候 就是讲一个图表 在一个范围里面 循环 OK 就是在天花板 如果你在一个楼那边 你在那边一直跳 一直跌 一直跳 一直跌 就在那个范围那边一直横摆 所以股票就在支撑点支撑着 在主力点被打着 所以横摆的图表 还没有决定方向 你可以说它完全没有方向 它就在那里 就有时候 走横了 你就在 对 你就在二楼那边讲 我要去三楼吃叻 还是我要去一楼吃叻 有时候你在那里横摆 就是你还没有决定方向 你要去哪里吃 所以我们操作方法就是 我们可以选择在支撑点买入 在主力点卖出 这就意味着可能它的年度季度 或者是 可能有时候它在面临着亏损 或者还有其他的因素造成 有时候我们也是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总之它在那边横摆 OK 就是如果我们看这个例子 我们看这个CAB 一间Portry一间家庭的公司 你们可以看到 它也是在那边横摆 横摆在这边 上下 上下 这样子 所以另外一个例子 我们看伊利 伊利也是在这边横摆 我们可以划多一点先 基本上它在这边 下 下 上 这样子 如果我们再看看Hubsan Hubsan这家公司也是 如果大家都知道Hubsan是做那个饼干 乒乓拍饼干 OK 它其实它的股票也是横摆了很久的时间 在差不多 就它的横摆的空间是差不多1块到1块2之前 这样子 OK 就在那边一直上下 上下 但是这支股好是因为它有很好的股息 它的股息 dividend又是很高 所以就加倍横摆 如果你们买了就等着收股息咯 OK 所以OK 我们现在就讲到移动平均线就是moving average 因为刚才我们学会了如何在上升的时候操作 然后在下跌的时候不要操作 然后在横摆的时候这样子看图表 接下来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 什么是移动平均线 对 移动平均线基本上就是我们最普通的一个技术分析 基本上应该是全部会操作图表的都会用 对 对 所以其实这移动平均线我们可以用来确定一个趋势 同时间也可以拿来操作 英文我们就讲moving average 我们简称MA 如果你们有时候看报纸 英文报或华语报 他们都会讲到 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图表 他们都是通常会放一个MA线在那边 OK 所以moving average到底我们是怎么去做的 就是它是用统计分析的方法 它将一定的时期内的股价加起来 然后它平均 OK 就是比如讲我们给个例子 我们讲MA10 就是讲它用moving average10 就是讲它把前10天的收市价平均起来 除10 再慢慢划下一点 下一点 OK 所以如果你们如果有用chartnex的时候 它有时候它可以给你选择moving average 你不一定要收市价 你要用opening price 最高点最低点都可以up to你 但是通常我们都是用前10 就是用收市价来帮我们划moving average 所以我们接着一天又一天又一天 我们就可以连接成一条线 就变成moving average 所以如果你们看一些 我们一些公司的股票的时候 可能它刚刚上市不久 OK 有时候刚刚上市不久 因为它可能才上市一两天 所以它就没有moving average的线 可能就有家人 有家人有些人问 为什么没有moving average 就是因为moving average的原理是哪 前10天加起来除以10 才慢慢构成下一条线 OK 所以 我们看看这个移动平均线的个别股票 在个别股票我都会使用 simple moving average 20或者40来操作中期股票 为什么我会用20跟40 可能你会问我为什么 为什么2040 为什么不用10跟50 为什么不用10跟50 OK 所以我的原理是 因为在一个月里面 我们有20天做工 20 working days 就是讲在一个月里面有20天交易日 OK 所以40天就自然变成 两个月了 所以是一个月跟两个月了 OK 所以要符合以下的条件 我才会操作 如果我们讲它是上升趋势 我们怎么讲股市上升趋势 当我们的moving average 我们的20交叉 环境交叉40的时候 20越过40的时候 还有另外一个条件 当蜡烛在两条线上盘的时候 当蜡烛在这两条moving average 20跟40上盘的时候 就是我们可以讲这股票在中期里面是属于上升趋势 中期 我的中期差不多一个月到六个月之间 可以是属于上升趋势 OK 所以下跌趋势就是相反的 当40死丸交叉20的时候 当40越过20的时候 然后第二个条件 当蜡烛在两条线下面的时候 就是讲这股在中期里面是属于下跌的趋势 OK 有没有历史给我们看 有 所以 OK我们看看 这是Busa Marketplace的运用 如果你们看到 我们的Busa Marketplace上面有 Price chart Candlestick跟Technical Indicators 我们就按Technical Indicators 然后你可以看到 它这里已经有把我们放好20跟40 我们就在这两个打个勾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 它就会在图表这边跟你讲 SMA20跟40 OK 就是这样子 所以Busa Marketplace 基本上是很好用的 我们就可以直接在这里看到了 OK 所以 可能 我们刚才 什么20,40 可能你们有一些问题 什么20,40 什么10万交叉 环境交叉 所以现在像我们的主持人讲的 现在我们就用例子跟大家解释 OK 但是 before that 我就给大家一个原因先 我们来看看这个 这个chart 我们讲 判子跟瘦子一起上楼梯 OK 一个小只的20公斤 跟一个比较大只的是40公斤 他们要爬上一个楼梯 OK 所以 当我们想象一下 一个20公斤的人 背着一个40公斤的人上楼梯 想看到吗 一个小小的 一个小小的背个40公斤的人上楼梯的时候 你看他都流汗了 OK 他上去的时候 过后 那个20公斤的手就要去做CMEN了 因为断掉了 OK 所以他同时间20 背着40公斤的时候 他费很大的力气 很久的时间才可以从下面 一楼去到二楼 OK 过后背了上去 时间又长 又久又慢 自己反而也受伤了 OK 所以很吃力 倒转来 当我们有个40公斤的人 背这个20公斤的人上楼梯的时候 你可以想象一下 那个40公斤的人 还可以一边背他一边喝水 就很轻松的可以上去楼梯那边 所以你看 40公斤背着20公斤 当然没有问题 对不对 OK 所以他时间也越短 时间会比刚才那个短 他就没有不需要飞那么大的力 也可以轻轻松松的到了楼梯 就可以上到第二楼了 所以用在我们的图表上面 如果你们看看这个公司Penta 你看到吗 我在我的chart那些设定了 setting了 我的mooing average 20是蓝色的 OK 红色的是40 OK 所以当在这里你看 当然当20在40上面的时候 环境交叉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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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当这些蜡烛都在这两条线上面的时候 OK 就是讲它是属于一个上升的趋势 OK 我这里也写了 环境交叉 当SMA20 环境交叉 SMA40 SimpleMoeing Aries40的时候 而且蜡烛在这两条线上翻的时候 就是讲这股票在中期里面是属于上升的趋势 OK 就是讲它如果没有 在这边的时候 它还是属于在上面 你看这边虽然这蜡烛跌下来 但是蜡烛没有完全跌 超过 没有跌低过这两条线 而且也没有死亡交叉 所以还是属于上升趋势 我们也可以看到 这可以 其实也可以画个两个channel这边上去 OK 下一个例子 我们就看看Asata这间公司 OK Asata大家应该很熟悉 如果你们在约着Cellcom的话 你们也是它的客户 对 所以你们看到这边 当SimpleMoeing Aries40 红色 越死亡交叉20的时候 而且蜡烛还在下面的时候 就是下跌趋势 你看 它这边开始要挑战 挑战上去的时候 但是又不成功 又有主力点 对 主力点 所以就慢慢下去 直到这里的时候 当20到40的时候 通常 通常 讲回这边 40 死亡交叉20的时候 而且当蜡烛在 两条线下盘的时候 就是讲 它在中期里面是属于下跌趋势 如果我们看到 3月到7月 差不多是4个月 所以它在中期 所以刚才我讲 我们的中期是1月 1个月到6个月 1个月到6个月之间 是属于下跌趋势 OK 所以 OK 如果你们看到这边 可能有 20已经越过40了 记得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条件 就是它主要在两条线上翻 OK 所以 我们看下一个股 Kajaya Kajaya之前的名字叫Foototec 但是它过后转明亮 OK 你们看这边 SMA20环境交叉40 而且蜡烛在两条线上翻 中期里面属于上升趋势 可以买 OK 图表告诉我们可以买 不是我讲 是图表讲 OK 买 总之它没有跌破 它没有死亡交叉 我们可以继续持有 到这边的时候 当40 死亡交叉20的时候 蜡烛在这两条线下翻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卖了 OK 就属于一个下跌的趋势 所以可能我们每次不能抓到 注意一破的时候 我们就立刻卖 不可能这么准的 所以我们可能从这里 差不多 差不多一块 可能差不多一块 一块这样子 差不多这边 一块六 一块五 卖掉 其实都撞了很 很 硬进的 profit 因为我们讲 Handsome profit 华语我们讲 很硬进的一个 短的一年里面 大概升了 如果一块买的话 对 快八卖的话 就升了八十个percent 对对 所以是很好的一个 看起来投资 我们做这种操作 中期操作 好像蛮简单的 你给的每个例子 都好像可以 对 因为我给的例子 都是比较明显 就是给的比较明显的例子 所以当我们看看这里的时候 看到吗 这里二十又超过四十 二十又超过四十的时候 我可以讲 这个是很成 这个越过是成功的 但是 我通常 我自己跟自己讲 我要给自己 如果 二十超过四十的时候 我会给 那个蜡烛 我会给那个图表 五天时间 来给它testing 如果它五天 还可以保持在 两条线上面 我就会讲 ok 这个图表 是在三升趋势 如果可能 第一天 第二天的时候 它又跌到蜡烛下面 就 铺那个咯 所以这个只是我自己的 舒服点 我自己的convert zone 我给它讲 我给它五个五天 你看在这个图表 这个点的话你会买吗 因为五天都有 可能我会买 可是如果买 会是错误了 对 所以你看图表 这个操作也是会有风险的 对 不代表每次都会有百分之百的正确 对 如果有百分之百正确的话 我们全部就在股市赚钱 没有人亏欠了 就靠这种自己的 做法要破 对 所以你看它这边的时候 所以有时候 这个是 像我讲 我们做的决定 不可能每一次都是对的 一定也是会错 我们在股市里面 不可能每次赢人家的钱 像我们讲股市是零和游戏 你赢钱也是从别人那边赢钱 你输钱也是你输给一些人发达 你给钱给人家发达 所以也是一件好事来的 只是我们不要太惨亏钱 我们要把握赢的机会 如果你学会这些 如何用移动平均线 如果看上跌 上升的下跌 其实我觉得你成功几率就比 普通人更高一点 对 总之有这些技术 技术的分析 我们好过那些在 听人家讲的 这个股好 那个股好 有时候看图表 也是帮我们决定 帮我们做决定 OK 刚才我们讲移动平均线 我们讲到个别股票 像我们看看指数 在指数的时候 我们通常用50跟200天 来观察指数趋势 如果有时候 我们看看一些报纸 或者一些人讲 他们都是用50跟200天 来观察 到底我们是一个 Uptrend还是一个 Downtrend 为什么要用50跟200呢 因为我 其实这个问题 我也是想了很久 我也是没有一个正确答案 但是我只是看到 很多人在讲50跟200的时候 我看到的时候 是不止一个analyst 而且是很多个technical analyst 讲那时候 我觉得他们讲的 应该50跟200 应该是这样的 那我认为可能200 是代表着一年 这长度 可能一年有200天的交易日 可能50代表一个季度的 一个季度的 对 这个很好 对 这样我就明白了 谢谢你 谢谢你 ok 对对对 这样子就 对对对 好 ok 所以上升趋势就是当我们的 moving average50 环境交叉200的时候 蜡烛在两条线上方的时候 我们讲整个股市在属于牛市 ok 牛市这里有一只牛 ok 下跌就是当50 死亡交叉200的时候 像我们刚才讲了 200kg的人压在50kg的人身上 肯定那50是走不到楼梯的了 ok 所以蜡烛在两条线下方的时候 就是整个股市在属于牛市 ok sorry 熊市 熊市 ok 照片这里也犯了 牛市跟熊市 ok ok 比个例子 刚才我们讲了 50跟200是在属于指数上面 指数 ok 我们现在看我们的综合 我们的大马综合指数 FBM KLCI ok 50在200上面 蜡烛也在上面 ok 牛市 ok 50环境交叉200 蜡烛在两条线上方的时候 就是属于牛市 下来的时候 你看在这边 200天压在50了 蜡烛也在下面 所以就属于熊市了 ok 所以我这图表好像是最新的是吗 好像也是10月前几天的 所以你们看到其实 我基本上我是不怎么看好现在的趋势 趋势 因为我们也是刚刚换了政府 而且现在又有很多事情 像开源节流啊我们的财政预算 财政预算 全民牺牲了 对咯 11月2号 我们的 开始有点紧张 我们财政部长还没有跟我们讲 但是他只是讲会开源节流 所以他要做出一点的牺牲 ok 所以目前我还 可能糖果会派的少一点 糖果就派的少 可能政府消费就会比网年少了很多 对 如果政府消费少了很多 可能对我们国家的进展 可能就没有那么 可能建筑业就可能 对 没有那么明亮 所以我基本上是觉得现在 如果你看看图表 可能还是属于一个 给我来讲 现在不是一个大熊 可能只是一个小熊罢了 我觉得啦 就好像我们其中一个关联公司 G开头已经 我们刚才提到 对 开始照样了 对 所以这个就是其中一个 可能我们可以讲 可能这个是其中一个例子 可能接下来还有一些很多例子 其实我们还有忘记一些很多例子 我们的Telecom Malaysia 我们的那些ASIATA 那些DG那些公司也是 记得吗 上次我们的国民信 他是我们的多媒体部长 他也是讲 他要从部马来西亚人拥有 你可以最便宜的 最便宜的价钱 换成最好的服务 所以那时候 他现在就一直在跟那些电讯公司商量 所以如果你这样子想的话 可能Telecom Malaysia 他的revenue 就我们revenue讲 就是我们的price 成为我们的quantity 他的price 他的赚的幅度就比较少了 可能以前 像我家里以前30Mbps的时候 可能是139Mbps 可能他价钱会变更低 所以他赚的钱就没有那么多了 对消费者来说是个好事 对股东来说 那些电讯公司股东 就可能不太是好事 对他们就不大开心了 公司赚少钱 公司赚少钱的时候 他的盈利也是比较少 盈利比较少的时候 股价自然而然就会向下跌了 我们看到time to comment 在开始 对 降价了 对 好 所以 这个是记得 这是指数 我们是用50跟200天 这个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的创业版指数 就是我们FPM SE 也是看到50 环境交叉200的时候 蜡烛在上方的时候 就是属于一个牛市 到这里的时候 200 10万交叉50的时候 蜡烛开始向下 所以也是可以讲 属于一个熊市 OK 所以 OK 现在我们就看看 我们就刚才学到的道理 我们就来运运一下 所有东西结合 让我们来看看怎么操作 利用平均线跟阻力点和支撑点 但是在这个情况之下 差不多有5个步骤 我可以把它紧了成5个步骤 我们第一个我们就要决定趋势 上升下跌很买 记得下跌就不要操作 OK 过我们决定了趋势过 我们就可以画出支撑点 跟阻力点 过我们只操作在平均线 环境交叉的股 就是SMA20 越过40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分析图表 不是讲 看到环境交叉 OK 直接买 没有这样子 我们要分析图表 分析图表是要 分析图表是要 分析就是要 要看看它的量跟它的价 就是我们从那里 我们再看看一下 要怎么 就 花一点时间去思考一下 分析图表过 我们才做决定 到底我们要买 还是不买 还是我们要等 OK 因为 就是不要一直看着一只股 我们的大马里面 马来西亚股市 差不多有900多 上市公司 OK 我们就不要为了一棵树而放弃了整棵森林 OK 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个例子 OK AWC 记得我们的五个步骤 第一个我们就决定趋势 它是下跌上升还是横摆 记得下跌我们就不要操作 不要碰 所以在这个趋势里面 我们看到它这个下跌 它又上升 看到吗 因为它这边已经突破了它下跌的趋势 下跌的广道开始向上了 所以是下跌后我们再上升 第二个就是 画出这个股票的支撑点跟阻力点 记得最高最低左到右 最高最低左到右 最高在这边 最低在这边 然后左到右 这里 这里 OK 还是同样的可能你觉得 这条线都不应该up to你们自己 OK 总之记得一条线 如果它动到的点越多 它就一直更稳的 我们可以画得更安心 OK 所以第三个是只操作在平均线 环境交叉 就是我们的20越过40的时候 如果你看这里 20越过40 看到吗 20已经超过40了 分析图表 我们最喜欢加量配 如果你看到这边的量 其实是很高的 如果你跟前几天 前几个月比的话 这边你看到这是7月的量 比起前几个月 好像没有那么活跃 这里也是有蛮活跃 但是这里应该是大多数都是卖 OK 但是这里 这里的量是 可以讲都是卖 因为它是收视在zone1 OK 然后高量突破 OK 所以这里可能是我们很喜欢的 OK 它突破了这个支撑点 看到吗 所以 突破了这里的阻力点 有高量突破 所以支撑点 阻力点就变成它的支撑点 它的抵抗 OK 所以你看到这里的时候 又有一个更高的量 就是讲更多人买了 它又突破它上升管道了 所以 我们可以讲我们的在这里的时候 OK 现在这个的时候它上升了 它到这一楼的时候 看到吗 它到这一楼完 所以它的支撑点 它的支撑点 它的支撑点是8毛8 它的阻力点是0.975 OK 所以 我们就做决定到底要买还是不要买 如果根据图表 根据这个图表的话 我们可以讲 OK 它的支撑点是0.88 如果我买的原因是因为技术表跟我讲 这图表不错 所以我就选择set了我的cut loss point 0.88 它跌低过0.88我就会cut OK 如果它突破0.975 就是讲我take profit 我守住我的利润 不是讲它突破975 我就继续守 可能它可以爬更高 OK 如果你买入的原因是因为技术图表 你一定早早要set好了的你的策略跟你的操作 但是在股市里面往往我们的操作跟策略是两回事 一定记得策略跟操作是两回事 我的策略可以讲我跌0.88我就cut 我到0.97我就take profit 但是真正那时候跌破0.88的时候 有多少人会讲 我会cut 还是你会讲 我就变长期投资 所以这东西是归于每个个人 这个东西是交不到的 OK 这是属于个人的情绪 那你会再突破0.88那一天就卖吗 还是你要等它收视的时候 有没有再上回 可能像我本身 因为我本身不是每天看盘 我不是每天看盘 所以你会等它闭试过看有没有 我会等它闭试过还是整个身体都过 如果整个身体过你就会cut loss 对 就是第二天的时候我就cut loss 看到open price的时候我就cut loss 所以就是我们讲的有纪律的 就是我们英文讲有discipline 有纪律的怎样操作 因为基本上技术面一定要有纪律的 好像这样你已经决定 那个take profit在0.975 你会不会放一个order进去 在0.975 还是你会等它beats过 我觉得如果这样子咯 最好就是你放一个order在那边 在0.975 像我们很多都有gtb goodtoday 0.975一到的时候 一碰到就卖了 如果你不是24小时 你不是8个小时每天都在看盘的话 你就可以set了在0.975 ok ok 可以告诉我们为什么那个支撑点 一突破就变阻力点 阻力点一突破就变支撑点了吗 阻力阻力点一突破 像刚才我们讲的在上楼梯的时候 我们在一楼 一楼天花板 像我们一破了天花板的时候 破了天花板就是变成地板了 所以阻力点一破了就变成支撑点了 ok 好的 所以我们再看多下一个例子 我们看这个公司DNO 最近也是很红的 做LED testing的 ok 所以我们可以看 根据我们刚才的 我们的步骤 决定趋势 上升下跌或者横摆 像这个 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 上升的趋势 ok 就是你可以看到 如果你验数学的话 差不多是20度的慢慢上 ok 然后画出它的支撑点跟阻力点 最高点 最低点 左到右 ok 其实这边应该 你看到这个我们的图表 一直在破新高 有时候我们的问题就是 它一直破新高 我要怎么一直画我的支撑 我要怎么画我的阻力点 怎么画我的resistant 他今天你画了一条线在一块 他明明又破了一块 你又再画多一条线 来 快二 你又再画多一条线 ok 有时候我们会有这个 其实基本上就是 你看看最高的那一点 就是它的最高点 只是在这个example 我只是画在这边 ok 因为这个就是它的最高点 最高点就是它的主力点 过后它就变成支撑点了 就是这个 如果现在我们做决定 这个图表现在在这边 如果我要买的话 我就可能在这边 这时期这边买 ok 所以 只操作在平均线 环境交叉的股 这里有没有 20超过40 ok 有超过5天在上面 ok 所以我们可以 可以行动 所以分析图表 我们可以看看这边 这边 买的人 买的人 你看这个蜡烛 这个蜡烛真的是太美了 你看它钱 它这个蜡烛的量 简直是赢了前一年 一两年的量 一两年的总和 对 所以这个是我们喜欢的 ok 不是想一看到这就立刻追 ok 有时候 ok 在这边的时候我们看它主力点 所以主力点是我们 set as一块钱 有时候我们可以 它在92的时候 我们可以讲 这里最高点 应该是93 你也可以讲 93是它的主力点 它的resistant 或者我们把它 因为它没有碰到一块 对 或者我们可以把它 变成最靠近的一个 那我们怎么讲 变成最靠近的一个 就给它一个 完整的号码 给它一个整数 我们讲一块钱 就可能交易员喜欢 把他们的单都放在整数上面 对 所以我们就讲 自身点是0.79 它的主力点是一块钱 所以过后我们看到 这个我们在做决定 就看到底我们买的原因是什么 如果它跌破7毛9 我们就卖咯 我们也可以选择 在一块钱那边套利咯 所以下一个 我们就看看MBSP 同样的根据刚才5个步骤 第一个就决定趋势 OK 看到吗 这个有点属于像下跌趋势 上去碰 下来 上去 下来 下一个的 自身点可能就分分钟在这里 8毛 9毛 这样子 OK 不是讲一定就是9毛 这是我们根据图表讲的 OK 所以 OK 这里可以再画多一条 OK 过后我们就画出自身点跟主力点 最高点最低点 左到右 OK 所以这我们差不多可以这样子画了 OK 所以只操作在平均线 环境交叉的股 在这边我们看到40 越过20 拉出在两条线下面 所以 我们这应该就不需要讲了吧 刚才我们讲下跌趋势的股 我们千万千万不要操作 而且你再看看这里 所以 从这里40 越过20的时候 你看这里的量 这里应该是收视在Zone 3 量这么高 你看到 比起前一年的量的话 这个量肯定是在卖 OK 赢过之前 这里买的人可能分分钟这里都丢到完了 如果没有做 这里是应该那时候当我们的 因为我们的EPF 那个 之前他们是买了很多NPSP 然后他们换了老板 如果没有错的话 应该是这样子 不大记得了 不好意思 OK 所以下跌趋势千万千万不要碰 这个决定不用想 就是直接不要操作的 OK 你不要碰 OK 做决定就是 No OK 所以 OK 这好像是我们最后一个例子了 OK 所以我们来看看这支股 我们的AirRank 如果大家有 有 看看我的 我的Facebook Page的话 我那天刚刚也是我讲到 这个 AirRank这支股 OK 同样我们念回五个步骤 决定它的趋势 我们可以讲 它之前在这里是横摆趋势 过它下跌趋势 OK 过这里又出现在横摆 只是现在有没有突破 要看看最新的图表 OK 横摆下跌 它在这里可以 其实可以再画多一条线 它在横摆 对了 OK 所以 第二个的时候 该我们第一个是决定趋势 第二个是什么 画支撑点 阻力点 最高点最低点 左到右 OK 第三个我们就看到底 它的 只是操作在环境交叉的 环境交叉的 所以我们Moving Average 20 越过40的时候 OK 我们可以操作 OK 这里的量也是很高 如果你们看到这里的量 OK 这里的量也是很高 所以 像我们到第四个步骤 我们要分析图表 这里的量高 这里的量高 到底你就看看到底 适不适合咯 还有你再看看 可能最近有什么主题 比如讲Aaron这支股 骨 是因为有两个新闻 才触动到这支股 向上 第一个就是 如果没有错 巴西最大的 它的那个 宽旅的厂 已经是关闭了 OK 第二个原因是什么 我忘记了 我要看回去 是跟中美教育 对 是跟那个什么 中美的 关税有关系 那个 驴的关税有关系 对 所以就 这两个新闻 combo 加起来 那天就散 如果你记得的话 P metal 当天也是散了很多 而且 那天我也是有做了一个 下午收拾 下午午休的时候 我也是做了一个 做了一个 像很快的一个studies 你们也可以refer 我的facebook page 就是我注意到 我们每天有四个 P metal Aaron LB 跟 Alcom aluminum company 所以你就看的时候 我就看到 其实这样子的话 对export 比较多出外国的 是比较有好处 因为 因为既然 Let's say 巴西那边最大的 要关了 是不是 所以可能那些 其他aluminum大的公司 它要跟其他国家找aluminum 为什么会选马来西亚 可能巴西不买 他们去阿根廷买 也对跟其他靠近的国家买 所以这有时候我觉得这是股市的一个很优美的地方 有时候那边的事情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的 但是就是会有人借题来炒作 ok 有时候就有人借题来炒作 所以这个时候 所以你看那时候当天alcom期的最高 超过二十多percent 因为它本身是超过六十九 或者七十percent 是export去到外国 所以这个东西就 有时候我觉得 刚刚到刚Q 就是刚刚好有这种东西 ok 所以如果你讲 ok 现在aren 你讲你要操作的话 你要做到这个做决定的这阶段 可能你可以讲 我现在在这一楼 我的阻力点 我的支撑点在这边 我的阻力点那边 我的support 我的resistant 如果它跌破我的resistant 跌破我的support 我就卖 如果你要操作的话 ok 如果它到这里就可以take profit ok 所以 ok 好 谢谢我们讲时候 带来精彩的分享 来跟我们大家分析 如何可以用支撑点 跟主力点 然后如果可以用移动平均线 来做一个交易 然后如何操作 我们今天 我们所学会的图表 那请问 如果你们有任何的问题的话 疑问的话 请在我们的 问答的环节上 问你可以在我们的 control panel的question box上面 写下你对今天有任何的疑问 ok 来请给我看一下 不好意思 这个字有一点点小 如果你们不能用中文来写字的话 你们也可以用英文写 我就尝试用把你们写的英文的问题来翻译去中文 这个需要我一点点翻译给我时间看一下 ok 那这个问题是想要问你呢 那 是不是 50跟200的那个移动平均线呢 只能用在 我们的 daily的chart 就是每一天的图表 可以用在15分钟的蜡烛吗 还是30分钟蜡烛吗 我们通常都是愿在dailychart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看simplemoving average 其实moving average是哪为前50 moving average50就是哪为前50天的吗 前50天 我不知道前50个小时吗 就前50天了 所以我觉得那个应该用在dailychart 所以是有那个意义在那边 为什么要用在dailychart呢 这好像我们讲师所提到的 因为50天可能代表一个季度 然后200天可能代表一个年 一个financial year 所以如果你用在15分钟的 那你想要问自己 那15分钟 200个15分钟的蜡烛代表是多长呢 然后又50个15分钟蜡烛代表多长 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如果你看的话你觉得很像不logic 一个是几天一个是几分钟 你觉得好像你怎么扯 我觉得也很难扯到有关系 所以我觉得应该都是 我们都是用在dailychart 我本身也是比较少看 那些做短线操作的交易员用 200跟50做交叉点 通常我们只看那些 有多少个单 在多少个加入以上 是比较常见的 OK好 谢谢讲师精彩的回答 我们再看下一题 那请问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APP来画 这是支撑点跟我们的主力点呢 OK一个我们可以用的 就是用我们的Busa Marketplace Busa Marketplace 和你的股票的图表 OKOK可能我们也可以用 Tradingview Tradingview.com也是不错 还有就是你的股票交易的 你的股票platform 千万千万不要浪费用 你的股票platform 因为像我本身也是用RHP 它的也是用ChartNexus的 它里面也是让你自己画图表 所以你的本身就是Busa Marketplace ChartNexus Tradingview或者是你的股票的 platform 所以可能你的broker已经有准备 那个画图表的程式给你了 所以在你们的broker的platform上面 对去看 那可以知道为什么你选20跟40吗 做移动平均的线 可以像刚才我们讲的 20就是一个月有31天 31天里面我们扣除我们的周末 星期六星期日 我们差不多一个月里面有20天交易日 OK 一个月差不多有20天交易日 所以我就会SMA20 40就是两个月 两个月 所以就20跟40 在这一两个月里面我差不多拿来 我约这一两个月的moving average 我来测试预测差不多这一个月到六个月之间的走势 OK 这样就是我用20跟40的原因 OK 那 接下来的问题是 就是刚才你最后一个例子 OK 你最后一个例子是你用A rank 对不对 做一个例子 那问题是好像最后一个图表 这个price movement 只是大概6到7个百分比而已 所以请问这种的话会不会有 是一个很好的投资吗 这样你可能才赚的一点点而已 OK 所以好像从这里 因为它突破 从这里到这里可能只有 价位上只有7个百分比 OK 这个问题问得好 通常如果你们有看我的blog的话 通常我会有讲到risk to reward ratio 就是我们的英文 因为我们华英文怎么讲 我们的风险跟我们的套利点 risk to reward ratio 最ideal的情况 最好的情况就是一个风险 然后三个回酬 因为你输只是输一成罢了 就是可能你 你只损的话 可能你只损20线 你回酬的话 你套利的话 可能你会套利60线 对不对 对对 这就是最好的risk to reward ratio 就是我们的那个 risk to reward ratio 华英文 不知 我也不懂什么 我华英文 不是很好 OK 就是在这种情况 风险跟回酬 回酬的那个利率 对对对对 风险跟回酬 也就是我们喜欢 我本身是喜欢 一份风险跟三份回酬 就是一个打三个咯 一个风险 你输就输一成 你赢就赢三成 这是看你个人咯 但是我觉得 现在股市有一点不好 所以可能 一三是有一点难 OK 所以可能股价 突破这里的时候 你就可能需要 在这个时候 可能买入 然后从这里到这里 就可能你会可以 大概 两线左右 可是如果你 上去的话 可能有可以赚六线 就是对 一到三倍的分别 对 然后下一个问题 想要问点 是有人想问 在横摆的时候 你说下跌的时候 千万不要操作 那横摆的时候 可不可以操作呢 可以 但是你要记得 你要确定你的股票 要是在那个范围那边上下上下 就是如果横摆二次操作 这样我的了解是应该要在支撑的时候买 主力的时候卖 对 然后下到支撑的时候买 再上到主力的时候卖 对 如果它一突破支撑点的话 你肯定要卖 OK 就是止损了 嗯 止损 看起来好像蛮好赚的 但是你也是要看回去 如果你讲回去那个我们的回报率 如果是风险跟回酬 OK 如果不是一伤的话 我就不建议 可能你讲一份风险一份回酬1比1 我就不建议 就好像如果在这个情况下 A rank S 一个例子的话 就好像它碰到这里 它反弹的时候可能在这里买 对 然后它碰到的时候 下跌的时候在这里买 然后这样子我觉得在这里买的话 也是大概有三倍左右 有 大概两倍左右 对 然后它又跌下来的时候 有碰到有回弹 就可能你会在这里买 不过 但是我觉得 可能如果我们呢 我们就要在第一点 你记得吗 现在如果你跟着我的步骤 我们是要讲 20环境交叉 所以不只是横摆的时候 要在支撑点上面买 而且也要符合 对 环境交叉的那个 对 那个条件 所以这个方面就操作不到了 对不对 可能前面会有一点点 可能要看回去图表之前的 可能它有给我们一点机会 对 所以像刚才我们讲 theory 横摆 我们要让大家明白 什么意思是横摆 但是要怎么操作 如果你们要 因为一个指标 通常我们操作到不是很完整 所以通常我是比较喜欢 几个图表放在一起 几个indicator放在一起 像刚才我们讲 第一个我们看看它的趋势是什么 第二个我们画它的主力点跟支撑点 最高点最低点从左到右 第三个我们就画它的环境交叉的那个 第四个我们在做图表分析 第五个我们才做决定 刚才刚才好像没有提到死亡交叉点 有提到吗 有提到吗 有提到 可能我skip掉了 ok好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接下去的问题 请问你平时是比较用日图比较多 还是用月图比较多呢 我通常是用日线图 你没看月图啊 月图也是有 就是可能我 ok通常我们讲月图会比较美一点 就ok比如讲 月图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讲加量配合 月图比如讲五月的时候 那个阴烛它的量很高 就是讲那一个月很多人在卖 如果那一个月很多人在卖的时候 就是讲 可能接下来你们家都不看好了 所以如果我短期的操作 我就是看一个月到 像我刚才讲 因为Simon Moivage 20到40 月图我偶尔也是会看 也是会看 所以你要看大事的时候 你就要看月图 对 ok好的 这下去呢 有学人在问 其实 就是SMA跟MA有什么差别吗 Simple Moving Average跟 Moving Average 其实是一样的 只是它加个Simple 但是 我们有个Simple Moving Average 跟Exponential Moving Average 为什么是Exponential Moving Average 那个又比较不一样 但是如果Exponential Moving Average 我们看它的效果 其实有时候Exponential Moving Average 它比较敏感 它比较Sensitive一点 可能你如果看Simple 可能它移动的时候 它走的时候比较慢 Exponential 它就好像它比较快 所以有时候 为什么我不用Exponential 是因为有时候 它会给错的Signal 我看过几个例子 我觉得Simple好像是 最普通最简单的 比较好用 Exponential 所以它有时候 它告诉我 它已经环境交叉了 但是 过了一排时间 它又奇怪怪的 所以我还是选择 Stick to Simple Moving Average 所以 你用Simple Moving Average 比较多 移动平均下比较多 对 为什么 EMA会比较快一点呢 这个要看回它的Formular了 我不大记得它的 Exponential Moving Average 它的Formular是怎样来的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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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 Exponential Moving Average 没有记错的话 它是把更多的数据 数据给更高的那个VTage ok 就最近的数据给更高 就好像 假设你用5天的话 可能 今天B4的时间的话 它们就可能称5 昨天的B4也是乘4 前天是乘3 所以 所以 这样子的话 它会明白 所以会比较敏感 对最近的那个 收视的数据比较敏感 嗯 那请问 现在的问题是 请问黑色 跟白色的蜡烛有什么分别吗 像我们上个星期讲的 我们白色就是我们的阳烛 黑色就是阴烛 如果白色阳烛 你看到白色的收视在Zone1 跟它的量很高的话 加量配合 这个就是我们喜欢的了 ok 那所以如果大家 如果错过了我们上次的精彩的 技术指标的基础班呢 可以去我们的 LiveChannel面子书 然后那边 那而我们会有 我们去Nodes 所以我们会有 前几场的那个 线上讲最会的录影 recording 所以可以在那边 大家继续可以看 ok 那可不可以讲一下 好像有个学员问到 比较深一点的话题 什么是flag 什么是triangle吗 ok 在这边的webinar 我就没有讲到一些 这个也是一个technical analysis来的 就是 有时候他们要寻找一个突破 我们讲一个flag pattern 或者我们讲panel pattern 就是一个ascending triangle 就是这基本上 这个就是 也是寻找一个突破 也是其中一些方法来的 只是我在这次webinar 我就没有讲到这些 会不会下次会跟我们分享呢 如果有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 这些其他的indicator ok 好没有问题 那 现在去的问题是 什么是zone1 zone2 zone3 如果 需要不要回去看之前 我们看回去我们的第一个slide的时候 ok好 等一下 ok 看回去第一个slide 我们就要 回去 我的上次 回顾上次的那边 ok 应该是这里了 ok好的 是的 ok 如果你们看看啊 就是这里 看这个蜡烛哦 它的 这是一个羊烛来的 羊烛就是讲它当收市高于 当收市加高于开市价 就这里开市 这里收市 ok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蜡烛除以三 就把这 一 比如讲我身上这支笔 我们把它变成三分嘛 我们把 比如讲你要分给三个人吃蜡种子 你要公平的切嘛 就是切成 你不可能这里切一点点牢 过后再切多多 你要把它切成平均的嘛 ok 所以你就要看它收市价的时候 它是close在哪一个范围 像这个是收市的时候close在zone1 就是第一个zone1 zone2 zone3 上中价一二三 这样子咯 所以就是zone1 zone2 zone3咯 如果它收市在zone1 就讲买家比较多 ok 当天这个蜡烛买的人比较多咯 收市在zone2就是讲买家跟卖家一样多 它称之不齐 就是fight的差不多一样的咯 买家跟卖家一样多咯 范围第三个范围就是讲 当天卖家比较多 就比如讲那一个蜡烛 它是属于 不管是硬竹或者羊竹 它是收市在zone3的时候 它当天9点开始被人家买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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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上去过差不多4 3 4点的时候 被人家卖下来 所以我就是讲 当天卖家比较多 ети包在第三个范围较加 则它比较多 ok 好的 所以就是简绕的分享 所以如果要了解更多的话 请回顾我们上次的我们的线上讲座会 对 ok 好 我们看接下来的问题 请问如果蜡烛跌破了趋势呢 可是我们的移动平均线还没有交叉的话 你会建立卖吗 OK 可以选择卖 但是如果记得这个 如果我们四十十环交叉二十的时候 这肯定一定要卖 就是讲 记得吗我刚讲二十超过四十的时候 就讲我们中期嘛 一个月到六个月我们看好 如果四十跌破二十的时候 就讲在六个月里面肯定是跌了的 所以那个时候肯定就要卖了 所以刚才回你的问题里讲 如果它跌破支撑点的时候 但是它还没有死亡交叉 如果你问我会不会卖 你说还要抗尾那个股 但是如果它跌破了 我们选择卖 在现在大势不好的时候 我们就选择卖 所以其实不只在看图表 还要看一下趋势是如热走 对不对 不只是单一的看一个 一个因素 我们要研究一下大势 可能股票的一些基本面 对 所以我们做这场 我们Busa Malaysia的线上讲座会的一个环节的时候 我们不只是研究一下技术面 我们也是跟大家带来我们基本面的一些课题 OK好 那接下来问题 给我看一下 如果交易量很大 会不会代表着它会上升或下跌幅度 都会特别大呢 OK 就讲回去 我们讲我们的蜡烛 我们的加量配合 如果它是高量 它收视在Zone 1 就是讲它的突破能力就比较强 蜡烛的momentum就比较大 这个我们就比较喜欢这样子 如果它有很高的量 但是它是阴烛的时候 它跌破下去的时候 就像它突破的可能性更大 那个蜡烛的价位 所以青色或者是红色 只是给我们一个故事罢了 只是给我们一个大缸 一样才把整个故事变成更加的完整 好的 那在我们继续下个问题之前 我们可以玩一些比较有趣的 我们launch一个po 那现在线上的你们会看到 请问你认为明天大马中和指示走势是如何 如果你认为明天是徘徊10点到10点的 或者认为还会超过30点的 请选择 OK 就看大家对明天的 你们的sentiment是如何 OK 再给你们多20秒 OK 时间到你们有74个巴仙的人已经投了 我们看看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 result 所以有82个巴仙的人认为明天会徘徊10点到positive10点 有7个巴仙的人认为明天会上升10点到30点 有整11个巴仙的人认为明天会下调10点到30点 OK 我们就把 result收起来 那我看很多人都问我们 这样我们可以如何看到之前的我们那个webinar 那如果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的screen的话 你们可以去 我在checkbox写给你了 你们可以去 www.facebook.com slashmylivechamp ok 你去我现在打给你们的那个网址 去我们的面子书 mylivechamp的面子书 我们会有我们的那个notes 去我们左手边notes segment 那边会有很多的webinar 你可以看过去的视频 然后今天的录影也会发给大家 那接下去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接下来会有的环节 但在我们进行那个视频 我们可以请讲师来为我们总结一下今天 今天的环节吗 ok 所以这里我可以可能 之前大家还没有真正上股市买卖 愿技术图表的时候 你们可能可以先做我们英文叫我们讲paper trade 别老坏我们讲在纸上交易 你得到更好的效果 你没有拿真正的钱去股市那边买 就可能你讲 这支股我在1块2毛先买先 看看当天最低价有没有到1块2 ok 就是大家做个paper trade这样子 就看看一下到底怎样 好吗 然后 ok 这个是刚才我们也是讲的 刚才我们的主持人我们的Shen也是有讲到 其实他讲这个技术面是需要时间的 其实我讲的 这句话讲的一点都没有错 技术面就好像我们学武功 我们去少林寺或者去哪里学武功 你们看我们以前看那些系 那些师傅都是要叫你 蹲在那边啊 下面放一个蜡烛这样子 就是练习本工 对 他就这样学功夫 你一定要有耐心 你一定要磨练 ok 才可以练出好功夫 就像我照片底下这个是李小红来的 其实他也是学武功 他也是很有耐心 很有去磨练 慢慢去学才可以拿到好的效果 嗯 ok 所以大家要请在投资或者交易的时候 请不要着急要念 要耐心而且要慢慢的练习 ok才可以达到我们理想的效果 ok 那我要跟大家提醒大家 如果大家想要买我们的中型的股 跟我们的小型的股呢 我们其实政府已经要wave掉 已经wave掉我们的stand duty 所以从3月1号208年开始到 维持3年 那如果你要买我们的挂牌的基金呢 exchange funds跟我们的平单的话呢 structural warrants的也是 就是我们也是不需要给不需要支付给政府 给政府我们的stand duty 也是为期3年 从今年1月1号开始了 那接下去有很重要的宣布 就是我们在10月20号 我们有brusa uniday alright 看我们的今天的那个我们的banner ok brusa uniday 在10月20号我们在monash university 举办这个brusa uniday 那虽然他的名字叫brusa uniday 其实因为在大学进行所以才有uniday 其实呢是公开给所有投资大众都可以来参与的 我们有remarkable的speaker 我们有很好的很有经验的讲师来问大家分享股市的行情 我们请到了可能二三十年经验的一些老讲师来跟我们分析 所以这到底呢或者年轻人呢或者是有经验的投资者可以如何在股市里面赚钱 那我们除了投资之外呢我们还会做一些的蛮有趣的一些表演来让大家来给大家带来一些欢乐 我们还有一些明星会登场celebrities appearance 我们还有不同的investment的games 还有一些很好吃的食物 还有最重要的是还有我们幸运抽奖环节 所以如果大家可以来出席我们的buesa uniday的话 我们就会有很多的惊喜来等待给大家 所以请大家去我们这个网址 我把这个网址 我把这个网址写给大家 就是去我们的我们的网站mylifechamp.com ok 然后可以报名 mylifechamp.com slash buesa uniday2018来报名 然后我们还有接下去的 我们的下一轮的 我们的线上讲座会呢 我们就会由我们今天的讲师张讲师来跟我们在研讨如何把基本面跟技术们结合 然后再谈一下我们成功的投资者应该有了如何正确的一些思维 对不对 我们在12月11号就是大家可能放讲之前我们去来学习如何可以结合基本面跟技术面呢 再加上我们的思维上的一些转变呢 来做一个很好的投资 对 因为在12月11号星期二晚上8点半到10点 我们报名网址也是刚刚放在我们的chackgroup里面了 可以大家可以去那边报名 所以今天你们可以去我们的第一个网址去找我们的以前的线上讲座会的 是录影 第二个网址去报名我们的Bursa 有一个是一天呢 在下个星期六在Monash University 来我们可以有不同的讲师来给大家分享不同投资方面不同的话题 我们还有精彩的games 精彩的performance 来娱乐大家 第3个字 为我们下一个的线上讲座会 报名投资组合和思维 好的 今天我们的线上演讲会就到此为止 谢谢我们的张学会讲师为我们带来精彩的演说 麻烦点这位演员还好到我们的办公室来做这个演讲会 如果你有什么疑问的话 可以找陈峰英智者Gainvestor 可以去他写给他电邮 Gainvestor10SAI at gmail.com 我们的讲师会为大家做出解答 或者是可以去我的Facebook page 给investor也是可以 去like他的Facebook page就是这个logo 就是Gainvestor的Facebook page 然后他会在那边给大家分析更多不同的公司 对不对 所以你们可以去like他的Facebook page 或者follow他 然后我们有更多的精彩的内容带给大家 所以好 我先感谢大家今天晚上出席我们的线上演讲会 OK 祝你们大家有个愉快的夜晚 我们下次见 谢谢 请记得做我们的survey OK 做我们的survey 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个的 讲座会到底做的如何 好 谢谢大家 大家有个愉快的夜晚 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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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